對於本身自己球隊 虛無國中籃球隊 雖然睽違23年 我們連續兩年又進入在JHBL 甲級前八強 也算是小運氣 但是對我們來講 今年的身材當然是會比較好 但是相對的 今年的經驗會比較長 因為裡面真正有 去年有爆到聯賽的人 也只有這四個人 可是也只有隊長南凱翔一顆 比較有經驗 但是球隊不是一人球隊 畢竟球隊是團體 那我也希望用這四個人的力量 來帶動其他 比較沒有大場面的經驗的球員們 一起看我們這年重進 再次延續三年都重進八強 但是目前看起來確實是 問題還是蠻多的 這個是一個今年換 雖然看起來 我們所謂的看起來嚇死人 身高嚇死人 但是打起來有一點笑死人 因為畢竟那個臨場的狀況 還是沒辦法去應付 去年高度算比較矮 但是敏捷很好 所以反應很好 所以去年在做包夾的時候 所有的球員都很積極 知道第一步被過 第二步要做什麼 那今年因為高度比較高 所以相對它反應比較慢 甚至於慢半拍到一拍 慢半拍已經差了很多了 更何況慢到一拍 所以等於說球已經過了 它才回頭 已經太慢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下工作的地方 所以等於說這個暑假 我們幾乎都是在以賽代訓 那現在在這個松戶碑 即將到今天告一段落之後 我相信我們後面 可能就要開始閉關了 針對問題給這個暑假期間到現在 所發生的問題缺點 我們來改進 看能改多少 相信希望 不可能改到全部百分之百 但最起碼能改到百分之八十的話 它最起碼對我們球隊的勝利 會不會有提升 其實這種北賽的經驗 人家都還沒起來 我們是比人家快一步 但是我們到最終 要到頂端的這一步 還差了太大度 勢必我在甲族這個階段 我還算是一個新生 我們是還有一個菜鳥隊 所以我們的方式可能 比上跟人家不同 但是因為為什麼會 我們連續兩人都只在八強 我們在每一個階段 我們只有贏了這個階段 才會有下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把它調得很高 但是相對我講的 畢竟他們是國中生 不是高中生 高中生都有可能會下降了 更換是國中生 所以那個階段 在最高點的那個階段 續航力沒有那麼強 所以可能一下子就下來 所以去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十二強一月份 砰 五連勝 要知道還有很多 很久都可以調得很好 沒有錯 在八強之前我們都調得很好 可是阿燦到了八強 因為真正的對手 雖然一樣都是國中生 但是人家狀況不一樣 反而我們缺乏了 所以心理素質很重要 現階段希望是先從十六強打起 進了十二強在幾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有每個階段進步 我們的進步空間還很多 還非常的大 但是也讓我看到 不只是報到的球員 他的成長 今年第一次 也就是國中他生涯的 第一次報到這個大比賽的球員 他還在成長 而且進步了比我想像的還快 這是我們可以期待的 大概還有將近快兩個月 一個多月 對 但是這一個多月來講的話 因為勢必我們 今年都沒什麼休息 因為缺乏經驗 所有都是在以賽太進 他們也算是疲勞 因為真的想正確 畢竟他們還是小朋友 但是我講的 因為球 不是你說一天好就好 他在日夜累積 更何況他只是國中生 高中生都會吃的 更何況他只是國中生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下功夫的地方 這也是在考驗我這個教練 因為畢竟我講的 我雖然執政將近 不管是義務 或是現在的代理專業教練 我將近快二十年 但是其實我的經驗都是在一級 而不是在假級 假級也是這兩年而已 所以剛剛這兩年 搭上八強列車 雖然是末班車 但是我已經搭上了 但最起碼 這都是我一直在學習 學習我自己當教練的經驗 但是… 好… 不好… 我才在學習 就是… 我覺得做得很正常 你現在是說真的… 我們… 是… 我們成功的… 是…